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去调整相机的参数就可以拍好照片呢 今天来分享一招 只要掌握了这一招之后呢 大家出门旅行就不用再担心不停的需要调相机参数这一个麻烦事了 有没有遇到过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一个东西特别的好看 拿起相机想马上把它抓拍下来 结果发现拍虚了 这就是当我们在使用光圈优先模式的时候所出现的尴尬的问题 也就是说相机的快门速度不够快 让我们没能够用足够的速度抓拍到我们想抓拍的东西 所以光圈优先模式不一定好用 旅行摄影的最大难点就是周围的环境光线变化的非常的快 不仅天空的天气在一直变化 而我们自己呢也在不停的移动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是在户外 有的时候是在阴影里边 比如我现在呢就是在阴影里边 马路对面呢是太阳 有的时候坐地铁 有的时候坐船 有的时候又突然间进到室内了 所以周围的光线变化是非常快的 看 我脸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光 实际上我还是在阴影里边 而这道光是来自于对面建筑的反光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哎 现在这光线又没了 您看 光线变化是不是非常的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使用全手动曝光模式 就需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不停的变化曝光的参数组合 非常的麻烦 所以手动曝光模式 也不是履行当中的一个好办法 现在呢我准备进入这个码头 去坐渡船到另外一个岛上去 如果我使用这个光圈油线模式呢 现在的参数结果是光圈F8 ISO100 快门速度十三分之一秒 咱们进去看看 曝光会变化的非常的大 现在呢我已经进到这个码头的这个等候区了 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参数组合 光圈没有变 还是F8 ISO100 现在就已经降低到了四分之一秒 那很显然 这样的一组参数呢 没有办法让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拍摄 这种环境光线变化非常快 甚至于是我自己经常在不同光线环境当中 自由走动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会选择半自动的曝光模式 这个半自动曝光模式呢 其实它仍然是基于M档的 全手动曝光模式的 但是ISO我们选择为自动 在全手动的曝光模式当中 有一个曝光参数变成了自动的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半自动的曝光模式了 像光圈首先也是锁定两个参数 有一个参数由相机来帮我们判断 而在这个半自动的M档当中呢 我们自己来搞定光圈和快门速度 由相机来帮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ISO 也就是说它可以适用于任何的亮度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套参数模式下呢 可以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游刃有余 实际上视频也是可以采用这种半自动的拍摄模式 使用一个自动的ISO来拍摄 那这样呢就省心多了 即便是咱们放了任何的滤镜 在相机或者是摄像机的前面呢 其实都不妨碍这个ISO的判断 船来了跟我一起溜达一圈 看看这个半自动模式 好不好使 在实际的使用当中 它是如何操作的 我将分享一下我在平时使用的一些习惯和小技巧 我现在使用的参数是F5.6 两百五十分之一秒 然后使用的自动ISO 先走一走 inf竹 这边的窗子都很脏了 嘿其实可能没有 请不ird排マont 请不住 例如20岩棺 务洲 最细划 第二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管是全自动的ISO 但是还是要观察一下我们使用的光圈和快门速度的组合是不是过报了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注意快门速度能不能抓拍到移动的这些物体 还要稍微的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移动速度 像我现在是在一艘船上我的移动速度实际上是非常快的 那么肉眼就可以看到周围的这些风景在快速的移动当中 所以如果在船上我会倾向于选择稍微高一点的快门速度 那如果天气比较的亮呢我就可以选择250分之一秒 甚至于500分之一秒这样的高速快门来抓拍周围的风景 当然使用高速快门的代价呢就是自动的ISO它会判断的稍微高一点 那之前呢可能它会判断72100到200之间 那现在呢它可能就会超过ISO200 所以说呢自动ISO限制这个参数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进到相机里边去设置一下 不要让相机的自动ISO自动为咱们判断的太高 这个呢是打开自动ISO这个功能 然后下面呢这个选项就是限制一个它的最高 白天呢我会选择一个1600或者是1250吧 总之白天有太阳的这种环境下呢它很少会超出这个数值 那选择了这个自动的ISO的限制之后呢 无论我是在船舱里还是船舱外是在太阳下还是阴影里 相机最高都不会使用超过1250的ISO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噪点控制的作用呢 那这样呢也不会出现太多的废片 1250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后期咱们稍微的做一个清理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自动ISO的最高限制一定要设置 千万不要让它过分的韧性的帮我们使用更高的ISO 如果跑到12800去了可就麻烦了 当使用自动ISO的半自动模式的时候 如果拍出照片有点亮 先别着急降低光圈和降低快门速度 因为无论咱们怎么降低光圈和快门速度 相机都会自动的帮咱们提高ISO 直到咱们设置的那个限制的束持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个曝光补偿功能 稍微的把这个曝光补偿啊给降下了一点 甚至是可能有需要的时候呢 稍微升上这一点 还有一种快速解决曝光的方法呢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曝光锁定的按钮 还记得吗 那个功能呢 也可以帮咱们快速的锁定在一个比较靠谱的曝光范围之内 那这样呢 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比直接拍出来看起来呢 要更接近于咱们自己想要的这个效果了 50毫米大鸟吧 哇 好清楚 我个人确实不太希望大家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相机的参数设置上 所以真心不太推荐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使用全手动曝光这种 又费时又费力 可能出来的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还容易错过一些瞬间的这样的一套组合参数 掌握了今天这一招之后呢 相信下一次旅行您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放松心情 不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相机的参数设置上 这样呢就可以和家人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风景 享受旅行的过程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生小可囊我是艾迪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旅行摄影小技巧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这一期的旅行 National League 到这里有美好的东西 不是要去掌握了银行都会有 bored 没关注 dile